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2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7月2日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事實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是5月27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這節來到7月2日 就是想不說這件事也不行 有這個不少 是網民發現這件事 就是 國安公署 在上年 即是2023年 7月3日 當時 是由國安處 總警司 李桂華高調出來 是開記招的 開記招是搞甚麼呢 就是在 7月1日 就是對8個香港人出手的 沒錯 就是說定期要交功課 這個就是 香港的國安 是第一次 正式 通緝 在海外的香港人 而 而 在2023年7月 這個批次 我們一直稱呼為第一批次被通緝港人 就是說 這8個被通緝的人士 是不包括 本台兩個主持 即是不包括本人 以及Tony 有趣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 有不少人發現 原來上年這個時候 說的這個通緝令 通緝員紅100萬 是有限期的 這節我們詳細探討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記得 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結聲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志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一播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尤其是在海外的聽眾 記得每人最少要訂閱三次 不然 不然 要幫 留在香港的人 要訂閱 留在香港的朋友沒有辦法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那麼你 受到打壓 你更加要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更加要看多一點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記得做了 發生了甚麼事呢 話說在2023年的7月3日 國安公署 忽然之間高調 開這個記招的 就是說國安法實施了三年 根據國安法拘捕的 拘捕了260個人 你現在看回當年 即是去年 7月的時候 忽然之間開記招公佈 就是因為 因為 是要交代維穩費用 撥了那麼多錢到香港 到底做了甚麼事 所以你會看回上年的記招 你就知道 正好跟後來英國間諜案 我們的推測是紋合的 就是因為 如果 搞維穩 搞滲透 搞了那麼久 如果 再不公佈一下 即是上市公司公佈業績 如果再不公佈數字的話 就對 上頭交代不了 所以 在上年的七一 就是開記招 就是說拘捕了260個人 年齡 從15歲拘捕到90歲 都有拘捕 真是好意思說出口 這麼無恥的事情 90歲也不放過 當中有161個人 5家公司 被檢控的 你看看《國安法》有多恐怖 其中79個人 已經被 定罪和判刑的 當然 161個人 肯定包括了47人案件 國安處說留意到反中亂港份子繼續在海外 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所以 是通緝 以下8個人 包括 任建峰 我之前經常說漏了任建峰 任建峰 是事務律師 當然還有袁爸爸 袁工儀 還有郭鳳儀 還有另一位大律師 是郭榮鏗 還有 現在在澳洲做了律師的 許智峰 不過 許智峰的牌 是從澳洲拿回來的 不是 香港的牌照 所以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理論上對他一點用都沒有 還有蒙兆達 劉祖敵 和羅冠聰 這三位就跟我們一樣 身處英國 由於這是第一批次的通緝 所以 我們本台兩位主持 包括本人在內 並不在這個名單裏 但是原來這個 是刊登袁洪 袁洪100萬追緝 袁賞令 在上年公布 就是說來到今年 2024年的7月2日 就是限期戒滿的 即是說 袁賞令玩完了 除非 是重新 刊登新的袁賞令 否則 現在就算 是公布 袁弓兒的行蹤 也拿不到錢 好了 搞了袁洪令那麼久 足足搞了一年 原來 袁洪令會過期的 到底是你國安公署漏招 還是到底 是另有所圖呢 因為如果你的袁洪令是過期的話 而這些 叫做八個被通緝的人 又沒有 被你拘捕 即是說你來到今天 理論上 就應該 要再開記招 再公布要對同樣的人 要再作出 通緝 還有 袁洪令 即是說 就是我和Tony 一早跟大家分析和評論 我們一早都說 他能夠做的 就是反反復復 對於已經被通緝的人 好像戰語一樣 戰語左邊 戰右邊 同一批次的人 反復制裁 我真的預計 他會在這個時間 第一 因為袁洪令過期 所以要對上述的人 出手 而上述的人士有部分在澳洲 有部分 在美國 所以 有機會 香港的國安 對他們再一次 要懸掛這個懸賞令 又要100萬 既然是這樣 即是說香港政府又要開記招 即是 每年 7月 都要開一次記招 是要對相同的人 作出 懸紅通緝的 那你說是不是很有趣呢 所以 跟我們的預測一樣 就是反反復復 制裁相同的人 來來去去 都沒有加料的 來來去去都是那100萬 那100萬豆令都沒有給過出來的 那麼就可以暫時跟上級交代了 你看我們有做事的 不僅用國安法抓了200多人 還 繼續通緝這些海外人士 不過 完想了 是足足一年 是完全 沒有人 對香港政府提供任何 煽報的 由當時開始 李桂華就已經說自己 不會停止工作的 但是你不會停止工作 但是來來去去都是反復制裁相同的人 問題又來了 如果你又再開記招 這次要怎樣對付 這八個人 這八個人當中有幾個跟我們一樣在英國 因為英國間諜案件 他們已經受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制裁 即是把他們的特區護照註銷 如果 你要開記招 就要 針對 相同的人 可能 作出 反反復復的制裁 所以真的被我們猜中了 他們 香港的國安由於 維穩廢 不逆而非 所以一定要 向上頭交差 所以會不斷開記招 針對相同的人 不斷 反反復復通緝 反反復復懸紅 來來去去都是100萬 來來去去都沒有付錢 又來來去去 通過新的法例 再反反復復制裁相同的人 所以不是開玩笑 我們真的可以預計 我們會不斷 讓香港政府 成為 他們這班戰狼的稻草人 不斷地 找回相同的海外目標 進行相同的攻擊 袁洪令過期 我們儘管看看 到甚麼時候 又再通緝袁爸爸 這次適合了 你再次通緝袁公義 這次 我們押後了記招 他就變了 又再有份了 好 事實也證明 袁賞令根本一點用途都沒有 過了足足12個月 上述人士 是沒有穿無難的 我們今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還有 所以提醒大家 你不要害怕他 他只是做騷擾的 八個人有甚麼事 除了可以開記招 很多媒體關注之外 甚麼事都沒有 你要害怕他 你第一天就不要做反對派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們是 cumulative would to go 我們會精審的 我們能夠用一個美好 謝謝 等一下